到4000 其實也就四個發音啦 沒什麼 只是 我們看一下怎麼輸嘛 怎麼輸的才是重要的嘛 講實話 我覺得我最近檢討的5000 session 確實是可以少輸一些的 就應該還是輸了啦 應該還是 那個運還是輸了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贏的手牌 輸的手牌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先看 先看贏的比較開心嗎 首先 這手牌就是 我覺得對手打的沒有那麼好 我bad big 在flops 我會被很多skin什麼鬼 但是對手要jam這個size 他很難jam炸虎耶 簡單來講就是他很難jam炸虎 所以 他這個jam size 我不太需要去跟注的skin 就他只能去做deny equity的效果 那 假設他要去做deny equity的效果 你就不應該做那麼大的size的jam 除非你要去加bluff 就是有可能這手牌是要加bluff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用最簡單的 然後 八diamond 五十倍 八diamond 五十倍 五 五顆 我就不會直接ban那麼大的size 就是 隨便啊我們用這個size就好 對啊沒有任何jamming range 零percent 然後你看他去升這個A10 這個S queen maybe六五六七 maybe七六啦 這些這樣才有炸虎 你直接O-in起來 對我來講其實蠻簡單的 反正我就是扣數了這些 我這些牌連扣都不用扣 因為他這裡你根本沒有O-in range 所以他這個O-in應該只是算 他那個paw up 所以底抵抗頻率而已 你如果升速炸虎 你是 我覺得這個line就是不太好 這是我expload play他 因為我覺得他會flop會range c-bet 他flop會range c-bet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flop應該要c-bet是什麼 這個還蠻有趣的 本來他整c-bet 他check 60% 然後我不覺得有人會check 60% 但他這個c-bet 通常c-bet的範圍一定是 就是這個bet的範圍一定是 比check範圍來的強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bet 在上面這裡我們要raise 我們要raise這麼多 25% 然後他要c-bet更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raise更多 現在講是沒有人會raise更多 所以實戰上 大家的regular 都會overflow給這個raise 所以既然他會overflow給這個raise 那我就會再raise的 比一般人再更多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 你看這邊還要flow queenjack over 這邊如果他會c-bet flowqueenjack over Qt-sooty Qt-club 要這就去flow 不可能 所以 這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整體的exploit思維 然後 river 我這裡 我既然會raise這個 我會不會有67 我會不會有78 我會不會有T8 其實都會有的 所以我也不會沒炸火 然後他一定會overflow給我 等於是 我覺得不管是在flop 還是在turn 還是在river 他都會有理由去overflow給我 就像這裡 我真的bet出來 一般的rag會覺得 到底要生什麼炸火 這裡 假設我真的去checkraise T8 JT 我有可能就直接checkturn了 因為沒有equity 所以 你必須要去checkraise一些 6778 一些很奇怪 或是你就是一個K6 checkraise 然後就是要bluff這個turn 我們還要去 持續的去barrel一些JT 持續的去barrel一些 一些奇怪的東西 63 78 這些牌 大部分人實在是太難有這些牌 隨便 我們給他任何一個 最高pring的best size 是這個 我應該給他polar size 還好 你要去生這些炸火 一般人不可能 所以rag會有非常明確的理由去overflow給我 我們來看一下他輸的 輸的比較多隻的討論的地方 S coin 這裡他會OIN比S coin弱的牌 所以 他有King Queen 或King Jack 所以可悲 JX 狀進44 可悲 然後他還硬要checkjam turn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就是很可悲 我很可悲 這張River K我都還是OIN 就是真的 我被蹭之後 River K我還是OIN 但 只能說我可悲 A10 這手牌 Feeder Horse叫我Fore啦 但這個是一個娛樂玩家 call call 4B 然後call 5B OIN Q9輸體150BB生 所以 幹 他可以有任何牌 等一下講說他可以有任何牌 然後我覺得他 前進 前進是為達成基金 我也不想蓋這裡 這手我也不知道欸 這打的沒有很好欸 這個ASUS 蓋不掉蠻魚的 3BED OIN 這手牌我那時候沒有 13轉我沒有講 為什麼會這樣打 痾 可以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就是 他這裡不應該有small size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要去攻擊我的一些 6778 8866 224433 smallback攻擊不到 他smallback不會有任何Fore equity 你去按拍有時候 我按拍有時候不可以看 反正他應該要介於一個 三分之一跟四分之一的 這Fore 我們先看三分之一啦 Greenjack 這樣 是一個mix 那如果他這比較小的話 這就是一個幾乎一百分剩的跟著 所以就是得去跟 然後Flop 我有在想要不要raise 但是 可是我就覺得 大概我就沒有raise 因為我不太確定 raise bluff 是不是這個combo 我覺得 當下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有diamond 但是我想說我raise 我不阻擋對手 我當下的心 那時候 我是想不要raise的原因 我是想我raise了 就是他會繼續去flow他的一些 King Queen什麼鬼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 我不阻擋他會繼續flow的 King Queen King Jack 就是我阻擋到他的蓋牌range 所以我不太想raise 這是我當下的一個 隨便的想法 但 事實上 就是可以 然後他不應該有任何smallback 7.2%啊 我們可以看 沒有任何一手牌是真的想要smallback 我自己是永遠不用 我覺得半pap或75% 都是比較好的size 然後 然後他有可能會 sigback太多這個blocks 所以我們選擇coflop 然後 我們就來照這個按一下 然後 earle of club 然後通常在這種的情況下 我會去block diamond 更多一點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對手在這裡 他應該要去bluff更多diamond 然後去track for King Queen spade 所以如果他check了 我們應該也會去back更多的diamond 所以全部都是spade 我們來找一些 啊 在JT就滿明顯的 JT我們會back更多diamond KT我們會back更多diamond 你不要拿跟club比 因為club是fullstrap KT跟QT 就是明顯back更多diamond 我們如果按strategy EV應該也會有差 就是 我們有diamond的時候 我們的EV就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比較容易去fall掉 我自己就是有點算是 我的策略都是會有一些些的簡化 就是 我會明顯知道有這樣子的點 然後我也明顯知道 我面對flop 面對這個size 我應該要去flow queenjack 所以 我會直接把這個 當作我的triple barrel combo 然後我選擇 bat半怕 所以這裡大部分會想使用的size 然後他會去flow寫s king 他會flow寫s 反正無所謂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cone range 然後co 然後ribble 10 of club 好啦 然後ribble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bluff combo 我覺得 基本上是啦 但我們要all in 但是我覺得我back75% 有一樣的效果 我不想all in 就我整體的 我知道flop不能flow太多 我知道turn 我們應該要去bluff 然後我知道ribble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bluff 就這樣 過不了 然後也不關我的事 反正 我已經盡力打了 然後我不會去bluff所有的 因為 這裡他因為他使用size size up 所以我不會去bluff那麼多其他花色 然後我會去更 專心的去bluff我的diamond 就是我會稍微著重 比例 所以我會不覺得我會有沒有bluff 好 s jacksuti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手 我也覺得我這手牌就是打的 非常非常棒 我自己覺得啦 先來看一下s jacksuti 150pp身 沒錯我們要suit bet ok 然後 然後 t diamond q diamond 5 hearts 然後 最好small size 為主 半怕也可以 我那時候有說 我在想半怕跟small size 我會比較想要range small size 可是我們要省掉tracking range 可以range small size 然後對手 扣 然後他會flow所有的 這些小對子diamond 就是 我那時候有說 他會flow這些 所以我趁上會想把這些牌 至少打開一部分的這些牌 然後t of club 我覺得這也是我小小的錯誤了這裡 因為我的bet的frequency 明顯比這個高 就是我會去bluff太多這樣子的牌 s jack 我bluff的是diamond spay diamond spay我們要bet幾% diamond spay 我們要bet40幾% 然後呢我們要check60幾% 我那時候骰到的可能 我記得也是大概六七十 也就是說 其實差不多頻率啦 只是 我的size可能有一些小問題 半怕或75%都可以 假設我們bet75% 我們能不能all in aces 這我覺得蠻好奇的 因為150pp 我沒有學習那麼多 我那時候是說可以嘛 那 其實理論上也是還可以 所以我去選擇去bill the turn 也不算一個大錯誤 就是我有可能會overblock這個 因為 我覺得只要有好的blocker 然後有block 像是 diamond 然後j jharts 或是jspay 我都會很想要炸火 因為我blockjt suity 我blockadiamond 然後 然後相反的 像是 a spay或a hearts jdiamond 我也會更想炸火 因為就一樣 一樣邏輯 hearts可能還好 然後我們block一些hearts 呃... ribble我們這裡就是 我知道我們一定要去check 這個牌 然後我們要block一些s king 我記得我那時候也有講 反正就是 我們不想要去阻擋任何對手的jax foe 像是這裡他明顯的fodring 跟jax 所以我們要不要去阻擋jax foe 然後我們去阻擋一些s queen 阻擋一些king queen 然後 我們的花色盡量去 是能去阻擋 像是spay跟heart 就是只要的黑桃是明顯最好 因為我們不阻擋對手的turns flop float 像是紅心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不阻擋diamond 好啦 反正這手牌 我的turn有可能是炸的太多 然後 整體而言我其實也覺得ok 然後對手的88call也覺得ok 就是他本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turn 本來就是要該call 我覺得對手蠻黏的啦 他可能會call太多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達到一些些的foe問題 在這裡 Kindra他可能會foe 他可能也會foe 然後Sjack會foe 這手牌我覺得是100%的call 但是我那時候有說了我不喜歡他的turn size 他turn size size up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100%的call吧 但是如果你在用軟體學習的時候 就找一些邏輯的 然後邏輯的問題我可以看一下 像這時候我就是覺得 我的手牌是一個call 然後我選擇explode4 然後我可以用邏輯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explode4 他主要是3454 然後這是100%的call 然後我要call一些 squeen call一些sking 我都不知道 我要call一些小對子 然後river是個bar of spade 我們先來看他會去bluff什麼 我們應該不會down ok 然後他要去bluff什麼 他要去bluff一些jack10 queenjack queen10 J9 T9 T9 J9 JT Q10 Q9 K9 K9 然後就要被這些輸入的範圍 然後all in之後 我們是100%call 跟我講的英文一樣 就是100%call 然後我們要去fold這些 其他的bluff catcher 呃 那我當下不fold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自己turn不是50% 我不知道這個人的 規用size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會想size up的牌 只有什麼JJ449988 不會有bluff想size up 就是 假設他這裡turn是bet 他如果是bet個 呃 40%我river是會更想call 就是 呃 我覺得一般人的 在炸虎的時候 除非你是一個很好的rack 並且你 你故意這樣做 不然一般人的最直覺的炸虎就是 river越大 4位過體越高 假設他今天要炸虎 他會在前面稍微調小一口氣 就是調小讓你的s queencall更多 然後river把你 蓋掉 讓你的s queencall更多 然後river把你蓋掉 然後這種turn size up 然後river又調小 就是變成turn變大 然後river變小 我都會覺得更像是valueback 因為 他turn上他 的實時更有理由去把你的s queen打蓋 他更不想要你跟住 然後 他更希望你能 會call這些牌 都會去call river 因為你就會覺得SPR比較小 所以 反正這個就是我後面決定 比較剝削式的蓋牌 因為他這個turn size 有可能他這個turn size 就是他一般使用的size 我不知道 但是 找一個 依據蓋牌 然後這裡就是 raise 4 raise 4 raise 4 我們可以看一下會不會 不喜歡raise 4這個combo 因為raise 4確實蠻差的 不喜歡raise 4 這手牌是有明確打錯 因為raise 8 9也不想raise 4這個太高equity了 我會想raise的點是我覺得他會 甚至overseaband嗎 看下會不會overseaband 那seaband太多kin queen king jack 其實也是蠻有可能的overseaband啊 但 確實如果我們要raise 4 我們要raise 4 7 8的話我們不應該 永遠不應該raise 就是你被打蓋太多equity了 這手牌算是我的失誤吧 小失誤 abit 然後 對 我們這邊raise比較差equity的 8 9 呃 queen jack o 我們不想raise 4太好的equity 就是 其實蠻合理的 只是 因為我們這個SPR的關係 我這邊raise的好處是 我比較不容易被OE 因為 我的SPR比較低 好啦我們要關台了 我覺得差不多也就是蠻牌吧 我覺得其實打的 我沒有什麼很討厭的東西耶 像這個 這種 這種應該也都還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的手 這個應該是 open streetbad streetbad call queen of club queen of club 3 隨便啦 然後我們 我們是 我們是bad超級高頻率啦 然後我會想overstreetbad這個flow 但89他這裡 他大部分是check 但是 幹我不是很喜歡check 我會streetbad太多 overstreetbad通常也比較好 因為大家比較難也有人去flow king jack spade sjack spade s10 spade s10 spade s10 spade不會flow 但是我覺得overstreetbad其實 就通常不會太差 最厲害 pile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實pile還是比gto wizard來的 有一些些優勢啊 簡單講gto wizard就是 省時間快速 然後我覺得他prefile很強 除此之外 我覺得pile的功能 還是比較強一點點 不是說比較強 就是他有一些 他能使用上的功能 然後gto wizard會沒辦法使用 就像是no log 就像是一些 你要去學習簡化策略 其實還是要用pile手的 好 那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 改天見 大家掰掰 為甚麼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很大